近些年随着个人网络直播的流行 诸如电容麦克风外置深卡高速音摄像头乃至专业微单 纷纷成为主播们标配的周面外置产品 一个人就能搞定高质量的视频和音频退流 但又在直播或工作中从容的切换各种专业软件和应用场景 但靠键盘和鼠标去不停的切换窗口难免会手忙脚乱 这个时候如果配置个电视导播台或者是舞台灯光控台这样的设备 不就可以效率更高不容易出错了吗 所以前几年会有很多主播或者是玩家会选择入手一个桌面控台产品 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Elgato旗下的控台StreamDike 它加典型的产品还有采集卡 除了这些之外 老闪还在使用Elgato的V53电容麦克风补光灯的多个产品 有人可能会想StreamDike控台是不是带独立屏幕的小键盘 诶乍一看好像真有点像都可以映射快捷键 其实StreamDike功能要丰富的多 可以设文件夹可以设网址 最方便的是不需要通过设定快捷键 就能与许多常用软件进行深度匹配 轻松操作 其中和直播软件OBS的兼容就做得非常好 录像场景切换直播推流 都可以直接在控台软件上拖拽图标快速搞定 很多图标还会直接显示当前的激活状态 就像App图标一样比小键盘增强的可视化也智能的多 在说到2023年最新的一个控台产品之前 我有两个StreamDike空台 分别是15件32件的两个型号 它们依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按键功能性单一 比如说你要调灯光的名案就需要设置两个按键 一个是变量 另一个是变暗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新建多个配置文件 来增加空台的使用场景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交互设计方案吗 答案显然是有的 很多做视频做音频的作者大概率听过或者接触过调色台调音台这类产品 例如著名的达芬奇调色台算是影视行业的专业生产力工具了 相较于前面提到两个StreamDike空台 我们发现调色台在按键之外多了旋钮屏幕轨迹球之类的交互元素 在一些升卡汽车中控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交互设计 显然电脑周面空台也可以借鉴类似的设计方案 近期Algato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空台产品StreamDike Plus 单从外观造型上就让人眼前一辆非常精巧有专业范儿 与此前发布的数款空台产品都不一样 不再只是按键数量的堆叠了 反而一下子缩减到只有8个 这不禁让人担忧 8个按键的空台会不会滑而不时影响操作效率呢 这让我们放到实际体验之后再来解答 除了8个放大的屏幕按键之外 空台还多了一个长条形可触控的显示屏 这个触控条实际上分为四个模块 和下面四个旋钮是对应状态 可以理解为是旋钮的状态面板 通过触控也能直接关闭旋钮的功能 这么一拆分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出 新款的Plus是传统按键和旋钮操作组合的方案 那么这样设计的好处当然是提升效率了 按键越少确认按键的位置也就越快 暂时按键控台虽然建设很多 但是在不常用的夜线找按钮 反而会浪费时间 操作就不够敏捷 但要设置多页线 要占用至少两个按键去设置上一页和下一页 但大家应该都用过旋钮 通过旋钮去控制音量大小亮度大小 是非常符合操作直觉的 一个旋钮就可以代替至少两个增减功能的按键 四个旋钮就至少可以代替八个 那它们旋钮的功能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 更少的操作来了 这个旋钮是可以按压操作的 这意味着又多了一个按键功能 一个旋钮就是三个交互操作 实现了十二个按键对应的功能 这么一盘算 是不是又多起来了呢 八按键加十二旋钮操作等于二十个按键 好像还是没有三十二个按键的空台多嘛 不起还有新招 这个plus呢 有个非常赞的创意功能 那就是旋钮操作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旋钮可以叠加超多个功能 譬如让一个旋钮既能控制灯光亮度又能控制色温 或者让一个旋钮控制多个应用的音量 设置操作组之后呢 按一下旋钮就能切换到下一个功能 让一个旋钮身兼多值 实现更多的调节功能就像被切片了一样 应要说等于多了无数倍的按键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LCD触控条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譬如Windows系统音量功能呢 可以直接点击触控条进音货打开 某些软件还可以长按触控条回到默认状态 那最好的交互设计操作呢 就是可以单指滑动触控条来切换页线 就像手机滑动桌面页面 Windows11切换开始菜单应用表一样 超级方便 无需在按键上设置翻页线了 清爽明了 StreamDeck Plus呢 结合了按键旋钮出屏操作 让空台结构更清晰 操作变得井然有序 相遭于上一代空台产品 交互设计更加合理 也显得更为美观专业 相同功能的产品交互设计加分 就会让它更有实用性 那么这么好的空台具体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我仅仅是给OBS直播软件做导播台吗 当然用它来搞定OBS直播是妥妥的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跟其他的空台差别不大了 很显然StreamDeck Plus呢 有更大的拥武之地 用Algato加麦克风的小伙伴呢 应该会知道 它有个非常强大好运的会音软件Vivlink 不仅可以一站式管理 开黑语音软件游戏还有背景音乐等声道 而且每个声道或者婚音总线 也可以分别调节主播本人监听 或者直播间观众听到的声音大小 现在使用Plus这款空台的小伙伴呢 就算没有Algato的麦克风 手里有任何一款麦克风 都可以免费的使用Vivlink进行婚音了 用StreamDeck Plus空台操控 就像调音台一样 用旋钮和按键 去快速调节每个声道的音量和大小 除此之外 和前两代空台一样 应用商店里有很多种插件 有针对视频、音频、游戏、灯光工具 宣传、编程开发等各种官方免费插件 我个人认为呢 把这个空台和各种专业的生产力软件结合 才是有趣的方案 据我目前了解 现在StreamDeck Plus已经拥有和Photoshop、Premile等 多种专业软件兼容的插件 不过这些第三方开发的插件是需要单独购买的 我这边一直很好奇调色台的工作方式 但达芬奇的调色台调音台动辄上万元 但老闪暂时还没有转软件工作流的想法 由于达芬奇调色功能能碾压Premile 是很多商业电影的调色解决方案 不有的让人好奇 所以想先试试用这个空台充当调色台看看 达芬奇18是免费版 只有Studio版本是需要付费的非常好评 我在Sight Show FX买了一个兼容达芬奇18的插件 它已经提前做好了十多个配置文件 针对调色跟踪某版的不同功能场景做的单独设计 每个配置文件有很多功能 夜线做的非常细致了 达芬奇18的调色功能非常丰富 有色轮曲线扭曲曲限定器等多种调色功能 个人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觉得节点调色空局比Premile好很多 步骤更详细可控性更高 我们借助插件可以让Stream Deck Plus模拟调色台的一些功能 虽然不能完全离开剑鼠 但是可以借此去熟悉达芬奇调色 为自己后续的工作料安排做好前期准备 另外用空台调色也会更有仪式感 除了生产力工具以外 这个空台还可以和游戏进行深度结合 譬如著名的游戏模拟飞行就有外挂插件 可以借助空台模拟飞机上的各种操作 有点像实体飞行控制器一样 发烧有玩家可以试试这些插件方案 信心的观众应该早就发现 这款Stream Deck Plus控台 不仅可以自定义按键功能和图标 还可以自定义触控条的图标和背景 这样就可以制作多种主题控台 Algato也提供了多种背景值可供选择 大部分感觉都挺好看的 换一个背景就像是一台全新的设备一样了 甚至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替换旋钮盖的颜色 可以说这款Stream Deck Plus是我近几年体验过最酷的外设产品 在之前全按键的基础上 让控台的交互设计有了质的飞跃 除了可以和Algato习下的采集卡麦克风的产品完美兼容之外 还可以借助多类型的插件去满足各种专业或者小众爱好的控台需求 很显然它的下限是满足了直播各种软硬件的联动需求 上限完全是看各位玩家天马行空的创意了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个性需求玩出不同的花样 如果有小伙伴还在纠结是否要入手Stream Deck控台产品 可以用手机安装一个Stream Deck Mobile官方应用快速感受一下 它同样兼容OBS的各种直播工具 可以轻松操控电脑直播 设置也和控台一样 好了以上就是老闪关于Stream Deck控台的个人体验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